各位觀眾朋友 我剛剛中午用完母猜 聽到我們演藝圈發生的大事情 王子郊先生其實是很優秀的年輕人 其實在我們師父的眼裡 他形象很清新 也很陽光 那麼當然我們聽到了他 首先是之前有也算是清新的 好形象的爸爸這種演藝人員 然後有所謂的姓騷的傳聞出來 接著當然就一直延騷 那黃先生他在年輕的時候 當然據說也有類似的情況 我想仁非現在聖賢 那在演藝圈當中 有時候壓力也大 難免有時候就行為上確實是 受到不檢點的這種壓力 是的 那這是犯錯 但是呢 人非聖賢 有時候犯錯了 勇於面對錯誤 那受到社會的踏乏 有時候呢 社會是過頭了 就事務的立場來說呢 演藝人員其實都在 都在做善事 他帶給人家歡笑 給人家娛樂的這種英文 但是當然啦 人有時候會在環境當中 放逸自己 特別是因為壓力大 那麼毒品跟情色呢 他就是很容易被拿來運用 那麼這個是不對的 但是呢 他們比別人還要困難 還要容易 面對這種誘惑 難以操吧 這其實在國外也這樣子 我們因此呢 事務提出呼籲 整個社會呢 要有一種容忍度 我們對是非清楚 但是呢 對曾經犯過錯的人 不應該這麼嗜血 那媒體呢 也應該要適可而止 對於錯誤的情況呢 給予報導的同時呢 也應該要平衡一下 這個人曾經過去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呢 現在做得不錯 那應該他有所反省 那麼好了 那這樣的話 也報了過去的不對了 那麼對於他 現在也給予認同了 這樣給藝人 不會壓力這麼大 這是第一 第二話當然呢 藝人當事人呢 也不必這樣子的自責 我們錯了就面對 我們的社會呢 就像師父這樣子 呼籲的 也應該漸漸更加的平和 而不是那麼的 嗜血 或那麼的冷酷 或那麼的潔癖 或那麼的容不得 一點點的過失 好像社會上自己 任何一個人都自己沒有過失式的 我們這個社會應該要有容忍度 是非要分明 但對於過失的人 要有一定的容忍度 最後呢 就是說 當然 不必走偏端 這樣偏端 生命更蓋光輝的 知錯能改的這個力量 就不能再發揮了 也不能夠再給年輕人 這麼好的一個榜樣了 所以呢 我也正式地呼籲所有的 演藝人員 您在師父的眼中 都是菩薩 那菩薩沒有那麼完美 我們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有什麼過失 我們坦然面對 但不必走偏峰 以上 師父對各界 都進行了呼籲 那和尚請問一下 針對於是受害者的人生 您的看法 對 剛剛 少聽了 少講了一個受害者 是的 您受害者似乎更加的 表示呢 對您的這個同情 那當然呢 加害一定是不對的 那受害一定是難過的 但是呢 請你知道 我們應該從受害的 深淵當中走出來 您沒有任何過失 您就是受害者 那麼 即便是你現在把它說出來 您是一個自我療癒 也不需要受到什麼道德的譴責 不過當然啊 別人的過失 如果你要選擇 這個原諒 跟跨過去 那是你自己的修養 那非常好 但是如果有跨不過去的 那請你再看到 你的價值 還有好多 那在佛教來看的話 受害 也有過去的因緣 但是這過去的因緣呢 是讓我們成長用的 不是讓我們一致受傷用的 那當然 加害者 在一定意義上 確實需要受到譴責 甚至說要受到 法律的 這個 該有的制法 不過 他不一定要在傷害我們 我們已經是受害者了 我們應該華麗轉身 重新面對 更好的人生 那當然呢 找一兩好朋友 把他抒發出來 我覺得這是必要的 那師父呢 也祝福諸位 所有的受害者 就能從陰影當中走出來 不再受這些 過去不當的事情 在影響我們自己 希望大家 這個社會 能夠更加和諧 那各自在自己的因緣上 往光明面走 沒有人天生就在光明上的 光明往往是由黑暗 來誘發 我們才更懂得光明在哪裡 希望大家 同時希望整個社會 朝向光明面來看待人生 看待這個社會的未來 好 真正的 除非 更新致 非常健身 你看 很漂亮